歌神张学友将从今天起一连三周的五六日在台北小巨蛋开场 只是明明是采取网路售票 且当初很快就被秒杀 为什么小巨蛋现场仍有不少民众排队 有的铺垫子席地而坐 有的干脆睡在这 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歌迷为了排个机会 不惜大半夜出门 甚至睡在现场 现在这个机会还真有可能成真 主办单位近日宣布 他们日前和刑事局都有查到 黄牛票已经将他收回 另外将加开部分视野 调查区域将在今天下午 三点半开放民众在 南大门购买